有門 沒有門 有門 沒有門 我在說什麼?我在說月台幕門 港鐵東鐵線終於落實安裝月台幕門 第一個安裝好幕門的車站 是馬場 其他車站平日人流多 放心,港鐵說全線13個車站 35個月台都會加裝月台幕門 接下來的五月底 亦都會在大埔區站 就會開始進行這個工程 整個工程其實牽涉的 有13個 舊的東鐵線的車站 總共有35個月台 而要建造大約 1600對月台閘門 總長度是超過8000米 所以 在整個東鐵網絡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 提升服務的工程 我可以強調 安裝這個月台閘門 並不會對我們日常的營運 構成任何影響 但我們亦都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包括我們職員 車站的一些指示、廣播 去通知乘客有關我們的工作 亦都希望乘客可以早日 用不到我們新裝的月台閘門 整個工程耗資5億多 到了明年就會在洛馬州、上水、沙田 和大衛車站展開工程 預計2025年年底 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程 看看這個新的月台閘門 高1.7米 設有雷射探測裝置 可以確保閘門之間沒有障礙物 才關上 全部都是由內地一間公司建造 港鐵就強調這間內地公司有豐富的經驗 安全性沒有問題